后疫情时代来临正是观光服务业准备重新布局的重要时刻 29号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 就以辅导中小型店家提升服务品质 优化营运模式为主轴 邀请到专长服务管理神秘课服务集合的讲师 与花莲在地店家分享优化服务品质做法 期盼在这个时候基金储备能量提升服务品质 再次掌握观光客回流的重要关键 由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 财团法人时财技资源产业研究发展中心 主办的网上走一阶企业新改变 服务业零售业服务优化 让你能够提升营收的5月厂商联谊交流会 29日下午在华联市咖啡铺子举行 邀请新城服务品质管理训练机构董事长徐成静 在后一期时期分享如何积极储备能量提升服务品质 掌握观光客回流的重要关键 我们主要是在做在地的产业辅导跟产业资源的协助 希望透过育成中心来协助我们在地的中小企业 在遇到经营困境 尤其是现在在防疫遇到整个生意比较差的时候 其实可以透过育成中心的角色来协助我们的业者 不管是转型或者是升级的部分 我们都能够从政府的角度来协助他们在做产业的转型 像我们这个月的厂商交流会 我们就是以服务业的产品优化跟服务提升来协助我们在地的厂商 所以很多来的业者他们其实都是以观光休闲的 包含是在餐饮业或者是说在我们的旅宿业等等 那这些他们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应该可以有机会投资自己来让自己 在目前现在有这个时间能够来让自己做一些改变跟成长 那不见得花大钱可是怎么样让自己的服务能够提升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们就以顾客的需求创造顾客的一个创新的感觉 来思考说在这服务馆里可以怎么去运作 比如说顾客可能喜欢吃咸的 假设在餐厅顾客喜欢吃清淡的 那么我们就在清淡的菜色这边多增加一些内容 那顾客譬如说希望说我们在住宿的时候能够是跟宠物能够住在一起 我们如果可以有满足顾客在这个宠物房的部分 我相信就会有相关的顾客会过来到我们这边 那这个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案例角度来延伸 增加我们同仁增加我们学员大家的一个创新 服务创新的一个思考范围 讲师以服务品质跟服务绩效两方面并着以案例来分享 参加的学员有在地餐饮业旅宿业以及观光业者等 一起分享目前碰到的议题瓶颈 东华创新育成中心提供企业咨询诊断 技术媒合辅导 政府资源争取学生创业辅导的一站式服务 6月4日及11日还有新零售时代 零售服务业营业倍增六大关键讲座 欢迎民众参加 记者讲邦彦华林氏报导 看到市场的以后 我们来就拍下来 我们来听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